来看第二个短片 当铁板烧出事当久了 我就特别注意卫生 每天手得洗好几次 铁板得擦好几遍 所以以后我的女朋友 千万别拉她 我害怕 对于彩礼呢 我给 彩礼呢 我还没准备 以后我会慢慢正出来 黑龙江的彩礼呢 我觉得比较正常 黑龙江的彩礼是这样的 吉林的彩礼是这样 辽宁的彩礼是这样 辽宁静整没用的 我喜欢大眼睛的女孩 像景田一样大的最好 大眼睛的女孩 眼里的世界都是美的 大眼睛的女孩 脾气也都不差 如果你是小眼 整形成大眼的话 我也接受 杨瓦拓严 我就想说 为啥长得帅的会唱歌 这都23呢 上一期有个小伙 挺相容 这期的小伙 长得挺精神 唱歌还好听 咱也是23呢 生得太早了 他岁数太小了 你才大几岁啊 29 他23 他6岁 我就不相信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没有三十来岁 唱歌好气质好 然后长得还帅的 有没有什么大表哥呀 什么的 你有哥吗 我没有哥 有没有 我哥的朋友今天好像来了 就是在那个 在第二现场 对 单身吗 单身 但是他戴眼镜 你看一眼要不 年龄多大 年龄好像不到30 但是有30的范儿 会唱歌不 也会唱 也会唱歌 哎呀 你们俩成了 就是身边有这样子 能不能让他来全程热恋 解救一下我们大批 大龄女青年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 二号高宇 我也是小眼睛 我觉得小眼睛挺好看的 而且小眼睛性格也挺好的 是 关键这就是 我这个性格就是 稍微能喜欢大眼睛的嘛 但是小眼睛也可以接受 你好像不是因为性格上 喜欢大眼睛的 你是因为自己的眼睛 也有点小 为了后代 为了后代 你看看 他一点不会转弯啊 一号兜你给点建议 你觉得呢 孩子眼睛大小 那得跟爹的鸡也有关系 你鸡也不行 种出来茄子 你还想长出来辣椒啊 那有的也随妈 有的也随妈 不是 我想问一下 你这老小子 你这一干的打死一传人呢 辽宁的咋的了 辽宁的药材里就要那么狠呢 怎么得跟辽宁的对象收个上啊 可能有一些习俗吧 那有些地方可能就不一样 不是 那我就想说一下 就是在此这个彩礼这个问题 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我们家的这个彩礼问题呢 就是我妈说了 看南方条件 你要是有能力给十万呢 咱家就回十万 你要是有能力给二十万呢 咱家紧巴紧巴就来二十万 你要是一使劲给一百万 我就把我的四方钱拿出来 我就回一百万 但是这个钱呢 双方的老人呢 可能就站不上 都得是小两口自己的 就是你给我拿多少 我给你回多少 这样行不行 这也没毛病 真行 真行 这行啊 说得我无言以对 我觉得这小伙子 我就想告诉你一声 别老个那地方 一干的打死一传 辽宁的招你惹你了 一句话 就是把辽宁人得罪了 哎呀 你我刚说完全身练的姑娘 我刚说的心眼小 你看看 这赶上两个地区的人 干起来了是吗 没错 没事跟咱吉林的 没啥关系是不是 那肯定的你看 是不是 黑人将的撩你了 干起来了 吉林的不还有要五十万呢吗 哎呀 你非得挑起 三个地区的战争是不是 我就要两个地区 同时谴责她 那你就是那个 你觉得吉林的 有一些姑娘 就直接要五十万 你觉得这个怎么看呢 这个现在我听我的长辈说有一个什么 给那个银行可以直接刷一个五十万支票 咱俩慢慢还呗 行不行 就你这么唠嗑 再加上那个兜说的 你给她过多少赔多少 你还什么稀疏 我感觉你就是跟我们十六年 别混熟了嘛 你是不是这么唠嗑你 还有就是 他整个支票 你打欠条呢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等你什么时候还什么过呗 而且两人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 他还一直在我妈家 不万一会抱不让你看呗 怎么就说他没有用这个呢 到吉林这都落到孩子的问题了 现在孩子都不让你看了 人家小伙子说啥 小伙子就说这几个地方的彩礼啊 你跟我说说你了解到的 辽宁的彩礼都什么情况 我了解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吧 就是准媳妇 然后跟婆婆住一宿 然后意思就是长长久久 能给9999 听谁说的这是 简直就是误导你 这个可能就不一定是辽宁 哪个地区的这个习俗了 就是我们可以问问 府庶那边有没有 没有哪有 听谁说的 大连那边有没有 大连福新都没有 反正我是不知道 沈阳那边呢 沈阳就是感情到位了 可以不要 你看看有 那小伙子很关键了 你这关于东北三省彩礼的行情 这些信息都是从哪来的 道听图书 这个家里人也说过 这个家里人也说过 然后百度给看过 你的观点是什么小伙子 我的观点就是不给 就特别直接 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我会考虑我这话应该怎么说 我觉得啊 就是够呛了 然后这么说话自己 那如果非得要呢 非得要 那我就挣出来 自己挣多少能给多少 对不对 对 好 我觉得彩礼这方面吧 就是量力而行 你们要是双方谈完了之后 你们觉得这个可以 你也是能承受得了 你们就给 你们因为要是既能接受 如果是接受不了 就双方大家都都觉得 这个彩礼没有意义 就量小两口过日子 过好了就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不要去争执 我要问一下11号 郑彦君 我想问一下小伙 就短片里边说 只要能减肥 你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呀 标准 不超过150斤就行 这个标准挺宽松啊 你也就是说 王哥这个身材也可以 对 彦君对小伙的印象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就是唱歌挺好听 我觉得挺喜欢的 那为什么之前 不举手也没有交流啊 就是感觉姐妹面 都帮我问完了 其实我发现 这聪明的姑娘 都坐享其成啊 好 彦君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在那个红旗街万达那儿 坐那个泡斯机 就是免费办理泡斯机的 你是在万达吗 我不是 我在那个南三环与灵河街交会 套市12街 没关系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到处走 哪儿都去 灵河街也经常去 好 来 掌声有请11号 郑彦君 小伙上场的时候选择了一下 一中人 要不要请出一中人 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了 因为我找着更好的 小伙一说不用了 你知道这鸭带这脸呢 整个都红了 你看现在还是飞红的状态 你跟我们说说 你现在想啥呢 就是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现在还没有结果呢 你高兴啥呀 还没请一中人呀 那象征着什么呢 就是有可能选我呀 好 好 你喜欢小伙什么呀 就是感觉看着他 就是挺实在的 而且就是唱歌特别好听 就是个儿没那么高 个儿没那么高 你说的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算是优点吧 哎呀 我跟你说 幸福的姑娘 在说话的时候就拧啊 怎么样 就这个拧啊 就是一种炫耀你知道吗 是的 唱歌好 唱歌特别好听 唱歌好 哎呀 就这个拧啊 晏君啊 你可刚才听了 这小伙啊 他可不给彩礼 无所谓的呀 我觉得人好就行 他是拧着跟你说无所谓呀 还没请一中人呀 哈 奖声祝福你们 祝你们幸福 谢谢大家